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单元是二次函数的意义 我是吴听玲老师 之前呢我们介绍了一次函数 一次函数呢就是f of x 等于 ax 加 b a 不等于 0 这样子的函数 那它的图形是一直线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同学应该知道就是有平方向 所以它是f of x 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 那 a 不为 0 这样子的函数 那它的图形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章节要介绍的咯 好那首先呢老师先叮咛一下 一元二次方程式跟二次函数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那一元二次方程式我们说过 方程式就是含有等号 那函数呢函数的等号是对应的关系 就是我今天不同的 x 带到 里面去呢我就会对应到不同的 y 值就是 f of x 所以呢像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它就只有特定的解带进去 才会等于 0 才会成立 那因此碰到一元二次方程式就是求解 它的解带进去就会合 那这个函数呢就没有解了函数是什么 函数是不同的值代入就会得到不同的对应值 那所以呢因为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值 所以我们会来求一下它有没有最大呀 或者是最小值这样子的问题 因此呢你就不需要求解了 因为它不是方程式 好那这个抛物线这个二次函数呢又被称为抛物线 老师现在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的由来 其实呢就是切利略他做的实验 切利略发现了二次函数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他发现那个物体落下的时间跟重量没有关 好那他但是呢 他落下的距离跟时间的平方呢却可以成正比 也就是他得到Y等于4.9T平方 那而且呢他也观察到物体用不同的初速去往下丢 他的这个轨迹呢都会是水平跟垂直方向 组合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老师举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个物体呢 他的水平方向速度是4 迁垂方向往上是3 那他的轨迹呢就会是这样子的图 好水平方向是4 那因为水平方向没有受到重力 所以他是等速的V等于4 那V等于4的话 我今天X所走的距离 就会是受到我的T的影响 所以X就是4T 一秒就4 再一秒又4 所以是4T 那迁垂方向呢就是受到重力 所以他是等加速运动 那他的初速就是3 刚才我们讲到3 那这个迁垂指线等加速的公式在这边 没关系这个理化会提供你 我们现在就拿来参考 那因为他的V0是3 所以我的Y的坐标呢 就会是3乘上T 但是重力因为往下 所以我们这个A用负 9.8带入 那9.8的一半就是4.9 所以就得到这样子的式子 所以X跟Y都受到T的影响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们想直接知道X跟Y的关系 那是不是要把T消掉 所以呢我们就把T换成四分之X 然后带到第二个式子去 就变成Y等于3 这个T就是四分之X 然后后面这个T也是四分之X 那慢慢的化简 我就得到 这样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二次函数的样子 所以呢二次函数 它的轨迹就是一个抛物线 名称的由来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从最简单的图形开始研究 像如果只有单向的F等于X平方的图 它的长相会是什么呢 好我们都先带一些点 那因为它非常的简单 0带进去就是0 1带进去 1的平方是1 -1的平方也是1 2的平方是4 -2的平方也是4 所以我们把这些可爱的点都描上去 描上去之后呢 同学你应该学会了 不要慢慢的描点 我们可以用电脑软体 帮我们画出来 对不对 好那它的函数图形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抛物线的图形 开口朝上 0点是00 好那抛物线有一个特征 它有对称轴 同学刚才在带点的时候 没有发现1带进去 跟-1带进去会一样 因为还有平方 所以正格跟负的带进去 就会相等 那我们称为它对称于Y轴 好接下来 如果前面加个负号呢 同学可以发现 是不是就比刚才的Y 通通都多一个负 所以图形是往下 好所以前面有负号的话 开口就朝下 它是一个顶点00 开口朝下 对称轴为Y轴的跑物线 好那我们看一下基测的这个题目 A跟B呢 分别是Y等于X平方上的两个点 那而且呢 AB这条线段垂直Y轴 好为什么要特别讲Y轴 Y轴是对称轴 所以AB这样是不是就被Y轴切成一半 好再来AB的长度是6的话 请问它的直线方程式是多少 好这里同学再回想一下 AB直线是不是平行于X轴 对平行于X轴 所以它的方程式就会是Y等于多少 那只要找到A跟B 它们的Y坐标 是不是就可以写出AB方程式的大小了呢 好那这里呢 对称轴是Y轴 我们就把AB切成一半 那因为呢 AB是6 所以这边分到3 这边是不是也分到3 所以B的X坐标可以写成3 那A的X坐标是-3 所以老师就设A是-3Y B是3Y 再来一点 同学这也是我们之前没有强调的 因为是函数图形上的点 所以把我这个点的坐标带回函数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合呢 那换句话说 我今天A是-3 把它带到X去 那我对应到的Y 是不是就是它这个时候的Y 所以我们把它带入就得到 Y等于X平方 就是3的平方 就是9 所以A跟B的Y坐标都是9 那因此这条直线就是Y等于9 好我们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边